新华社大马社隔12月7日电,据叙利亚通讯社7日报道,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,伊斯兰国国际联盟,当天在叙东部戴尔佐尔省空袭,造成8名平民死亡,并摧毁了当地唯一一家医院,叙通社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, 国际联盟当天上午对戴尔佐尔省哈金镇的多栋民居发动空袭,造成8名平民死亡,多人受伤,遇难平民来自同一个家庭,其中包括3名妇女和2名儿童,此外,国际联盟当天晚些时候的空袭,完全摧毁了哈金镇唯一一家医院,报道未袭击医院的伤亡情况,报道说,空袭对多栋民居造成巨大破坏,持续的无差别空袭, 迫使多个家庭逃离,近期,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了叙利亚民主军对伊斯兰国,在叙东部右发拉底河东岸地区,控制了最后地盘发动新一轮攻势,为支持且地面军事行动,国际联盟加大了对这一地区的空袭力度,并续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消息,叙利亚民主军于12月5日夺取了哈金镇的一半区域, 2014年8月,美国开始对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目标实施空袭,并于当年9月将空袭范围扩大秩序境内。 同月,美国发起组建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,去政府认为此举未经安理会授权,并指责美国主导的空袭行动,造成大量平民私生。